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一开始先来看看 今天有哪一些蔬食的健康资讯 要跟大家分享的 在新北市的新店有一个社区 居民们学习农作 要在家园里僻建菜园 让健康蔬果走入生活 您知道地瓜要怎么选 才会选到香甜的好地瓜吗 让温国志老师来告诉你 今天大厨徐茂欣 要带我们走入有机农场 寻访健康好食材 新北市新店区的花园新城 七月份开始 居民要下田种菜了 这个让家园里有菜园的好点子 是从何而来的呢 一起去看看 在新北市新店区的 花园新城社区 有一群住户们 正认真的听老师上课 而上课的内容 是和农耕有关的 这是普通的剪刀 最好是板骨锈钢的 然后这个基本 然后还有那个小树木 好那如果可以的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两身头一臂 好那还有我们反对速度往吃在里面 我们不用水灯山 不用鱼菜共生 不用往吃这样 离开了教室 学员们准备往田间出发 位于新北市新店区 往乌来途中的花园新城 是一处景致优美的大型社区 住户里常有一些活动 或课程举行 这次的农耕课 就是其中之一 请教一下 您是花园新城祝福 我们班上的都是 这个社区的 花园新城社区的祝福 这个大个课程是 你觉得其实多有点多课 十次的那个适当课 为一个课程单位 这个花园新城办这样的课程 你以前参加过吗 还是说这是 没有 这是第一次 而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参加这样的课程 是 那今天也是第一次 这个户外的课程 对 是 今天户外课的场地 是由住户许湘怡所提供的 由于对大自然的热爱 让在英国取得国际医疗产业 管理硕士的她 乐于当一位假日农夫 这里大概多大 这里我租四十坪总共 你自己喜欢跟住 是啊 因为我觉得 在大自然里面工作很舒服 当然就是一开始就是兴趣 觉得这种东西 你看着作物成长是一种喜悦 也是一种成就感 你这个是学什么 我是学公共卫生的 公共卫生是在讲人体的健康 然后是大众的健康 那如果推广有机根做根 大家要选择有机的蔬菜的话 那也是照顾健康的一种方式 那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的时候 那公共卫生的目标就达成了 而除了相宜之外 其他住户们对于这次的农耕课程 也是期待满满 因为我有一个阳台 我自己有种一些花花草草 那以前都是买那个现成的盆栽 人家帮我种好的 可是后来大概一两年前我发现 新店它有那个卖一株一株的 简单的可能一株十块钱 十五块钱 那我发现之后我就会买回来 然后自己去把它组合 然后种在比较大的盆子里头 种好了之后 我觉得平常就是会到那个阳台去看看他们 然后帮他们修剪叶子 花 落花 少少落叶 我就觉得那个过程是 说不出来的一种愉悦的感受 其实也是为了健康为第一个目标 然后我在家里面有先尝试的自己种 然后发现到那个产量实在很少 所以才再一次的到课堂上来学习 看看能不能吸收更多的知识 在实际的接触土地后 花园新城的住户们 现在对于大地环境的保育 也有了更多的体悟 多做才能多得 在这次的农作课程中 花园新城的住户们收获满满 不仅在农物的专业技术上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环境与土地的关系 也有了更多的启发 像以前那个乡下 就是几十年前他们种法是没有撒农药的 那种方式比较自然的方式 可是上了老师的课才知道就是说 它其实对这个土地是不够友善的 那现在跟老师上课之后 我学习其实一种很深的一种体会 就是说原来我们是用很自然的制裁 然后呢用这个也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可能它时间稍微长一点 可是它是一种成熟 经过发酵成熟一种 感觉就是跟霸占河而为一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让你会觉得很愉悦这样子 那你现在自己有这样做到 你对蔬菜水果认知有什么 自己感觉到种了之后 就觉得说对蔬菜水果的那个外观 没有像以前那么在意的 现在选的水果蔬菜也不予它的外观 还有它的大小来作为自己的挑选的条件 因为我看很多前辈子 很重视耕作技术 还有自然的用法的 他们种的东西也不会很好看 所以我觉得是 就改变了自己以前的观念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像我想要吃肉为什么不行 我想要吃什么为什么不行 可是其实很多东西是 你不知道它背后的生产方式 那你觉得你有这个选择要去吃 可是其实你的选择是已经被局限住了 那你可能光是透过厂商的行销啦 或者是包装啦 那你去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做的选择 我觉得那个都不叫做是真正的选择 也不叫做真正的自由 那可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有这个权利 我有这个选择 人家说这个不好 可是我就是想要这样 可是你可能整个了解它 完整的生产状况 或者是它怎么样被生产 制造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去选择它了 做中学 然后学中诀 这一次花园新城农耕课程成功 花园新城农耕课成功 在英国取得国际医药产业管理硕士的许香仪 已经如素多年了 对于素食它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回到了家里 许香仪和她的先生 带着自己农场采回的新鲜食材 准备料理今天的午餐 我今天要用洛神 然后还有紫苏叶来做两道料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在家都可以很轻松做的 洛莉沙拉 如素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许香仪说 为了口腹之欲而杀身 是很残忍的 童年时的一个经验 到现在她依然记忆犹新 我吃素吃了大概九年 那还有一段时间是 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国中毕业 那也大概都是吃素居多这样子 其实我在停掉那一阵子 在后来又开始吃婚的那段时间 其实会有一阵子会 内心就是比较挣扎 像小时候我看 有时候因为大人啊 就觉得小孩子在等大人啊 那就是要补一下 所以我们只要回乡下 然后姑姑阿嬷就很开心啊 就开始要就是炖鸡给我们吃这样 那鸡就是自己家里养的 然后就会直接抓一只 然后就在水沟旁边 就是直接斩那个脖子 就直接这样割然后放血 那其实然后你听到鸡在那边 很凄惨的叫这样 觉得很可怕 而多年的如素生活下来 湘怡觉得自己在体能方面 有着蛮明显的提升 因为其实我整天的活动很满 比较少就是一下班就直接回家 那然后回家之后 我还是会比如说 要做一些家里的事情啊 家室啊 整理东西啊 那我就是我觉得说 因为我的饮食的习惯的关系 所以我一天大概睡五六个小时 我就觉得很够了 在医药产业方面学有专精的许香仪说 能够自己练习生产 洁净无污染的蔬果 自耕 自食 并且保持正向思考 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关键 我喜欢在田里面 在土地上工作的感觉 当种子撒下去 苗种下去之后 你看它成长 会有一种喜悦跟成就 因为有些人会 没办法忍受日晒 没办法忍受蚊子咬 那还没跨过那一道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体会那样子的快乐 接下来我们看看温国志老师 今天要教大家什么样的料理小配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温国志老师 今天要教地瓜如何选购 才会选择又Q又甜的 好吃的地瓜 我们的地瓜买回来之后 如果在没有破坏外观的条件之下 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它的纹路 越开表示越甜 好像这边的纹路 它就是比较开 所以它的甜分组织就比较足够 再来它的纹路的部分像这边 它就是比较紧实 所以表示它的这个组织 跟我们的这个甜分比较低 再来我们一般地瓜成熟的时候 它表面的这个须须是没有的 所以这一颗地瓜就相对来说比较甜 那如果比较小的这种地瓜 表面的须须 因为它要继续发展 继续长大它的组织 所以这个须须的气根 都要继续吸收养分 好像这样子的它已经成熟了 就表示它非常甜 这是在没有破坏外观的条件之下 来做选购 可以有这两个步骤 我们如果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表面的部分 我们把它稍微切一下 切下来之后它会融出淀粉值 我们把它切一下 然后如果可以沾一点水 它的淀粉值融出来 待会沾板会变成白白的 然后乳汁也会胜出 这时候它的一个地瓜的甜度 因为我们知道淀粉值就是我们的甜分来源 我们在咀嚼的过程当中 咀嚼到淀粉 所以它的一个组织成分 就会产生甜味来源 然后这个乳汁如果释放出来的话 就会在砧板上面就会产生白白的成分 这样子这个地瓜就非常的甜 好 我们挑选地瓜三个步骤 就是组织要够开 气根要是越少越好 再来我们切割出来之后 它的剖面要渗出乳汁 才表示它的淀粉值够高 这三个步骤你学会了吗 稍后我们邀请蔬果生活制的 许茂新大厨 带我们去寻找好食材 我们有请Bruce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土城 土城这边有一个叫做辉哥的农园 它这边有一番很特别的景致 前面是一个很漂亮的鱼塘 然后这边风景还不错 种了好多好美的树 你知道吗 我现在带你们过去看一下辉哥 看它那边的味 好像是味鹅还是味 喂 大哥 你好 辉哥 你好 林林雨蛮舒服的 对啊 晒得太久了 晒得太久了 切水啊 切水啊 他要带我们去看你的农园 对不对 走走 冒雨去看你农园啊 哇 这个就是 你说这个就是田芥了 田芥是田芥 对 像我们传统的芥菜的话 像什么味道 蛮有芥末的味道 冲菜啊 对 可以冲菜 它叶子有这么冲 所以这个可以拿来拌冲菜 对 在有机栽培的话 这个方面味道更容易一点 它很辣耶 对 但是我们吃的芥末 辣一下过去就没有了 对 这种的话还要回甘的感觉 那这很棒耶 这个我可以把它那个就是像拌冲菜这样 放麻油再放一点醋 拌起来就很棒了 其实有一些东西你 除了你自己到农场里面 要不然你一买回去的 谁敢这样生吃啊 摘下来就吃 没有能管啊 一般这样你给农药 或者什么有什么药物 但是我们这个做游戏后面 结果就是没有关系 虫害就很多的样子感觉起来 是不是 因为你看那个田芥和那个石炸 那田芥对 不好吃 它有点味道 不是刚刚吃的嘛 辣辣的 松品也比较喜欢吃 他喜欢吃这个 辣辣也是也喜欢吃 所以说虫害会多一点 但是那个就是芥兰 那是芥兰对 那芥兰因为呢 其实芥兰的品系的话 我们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 但是这是田芥 这是一种田芥一种 我们那个梗大概可以 如果抽后东西可以刷 那么粗 大概两根三根就可以达到半斤了 其實那客戶也蠻不錯 譬如說因為夏季的關係 溫度的關係要溫度障礙一點 不要不好漲 請問一下輝哥 你說這個是也是芥菜的一種 對 叫田芥 但是在我們這個就是現在這麼熱 我看每個農民農友已經講說 種不出東西來了 怎麼可能這個不是 我記得是冬天的時候 我們把它那個芥菜拿來燉湯 那怎麼會這個這麼熱的天 還有這種芥菜 其實像我父親那邊的時候 人家說六個掛材雞有芯嗎 其實因為其實像 因為我田芥 人家說其實六月份 就可以種早生的芥菜 這是它的品系之一 六個菜雞有芯 譬如說你六月份種的芥菜 一定沒有那個芯 品系因為有溫度也不會那麼大 不會那麼大 那就是田芥的 你說它炒起來不會苦 吃 蠻好吃的 但是像我的客戶有些東西 因為它很喜歡吃辣一點 它就把這個田芥的葉子 回去切碎 打碎 也只能讓汁流出來 拌點醬油 當成的芥菜來吃 還比較更健康更便宜 所以基本上只要新鮮 我想說這一類的葉菜類 應該來講只要是比較新鮮 顏色是翠綠的 不要有黃葉的部分 我覺得都是我們那個 很容易辨別的 對 沒有錯 只是要去找這個田芥 所以可能你要花點時間 要花點時間 可能要來我們土層找找看 這個就是冬瓜 冬瓜 芋頭冬瓜 這也是小冬瓜 不同種 不同 品系不同 那都是冬瓜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像什麼 這是什麼瓜 長得很怪異的 像蛇一樣 你看 真的像蛇 你看這樣叫蛇瓜 還有頭耶 你看 對 這叫蛇瓜這樣子 彎彎曲曲的 像蛇一樣 非常像 而且它主要是那個頭 對啊 看起來有點恐怖耶 對 沒錯 像這樣擺一擺 這就已經成熟了 這就已經熟了 你說這個要怎麼 這個吃的方法是 不需要去皮 不要去不要去皮 全部都可以吃 因為它是中空的 全部都可以吃 那我們都是吃原味的 用蒜頭去爆香 爆香一下 炒一炒 燜一下就好了 其實我想怎麼吃就怎麼煮 最簡單就是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它是什麼 你說這個蛇瓜是什麼季節才有的 是接到當令的嗎 當令的 是去民節大概四月份種 五月份 六月份就可以採收了 它可以採收到三個月的時間 採收期滿長的 所以一直 維持的時間很長 很長 對 有些客戶來一直都 這蛇瓜小心喔 那真的會被嚇到 被嚇一跳 被嚇一跳 但是這個真的是很特別 我沒有看過耶 很少啦 很少 因為它最主要是不耐儲存 運輸不耐運輸 所以這個蛇瓜 就老化了 老化了 所以到最後熟成 到最後的時候 會變紅色跟辣椒一樣 對 有點像辣椒 對 所以這個就是流子 我們等於是 給明年再做 明年可以再用 自己就可以用 所以這個 在這個植物的世界裡面 是很微妙的 很微妙 很微妙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農友最厲害 就是說會 會抓到每一個縫隙 可以在這個季節性裡面 抓到每一個縫隙 可以填補種什麼東西 對 我覺得這很厲害 就像你說 你看你只有六月份 只有那一點點時間 我可以種一點甜 甜芥 這種時候又要種一點 而且這種的 這種瓜 這個蛇瓜的量 又不是很大 那針對一些特別的 這種很好奇的 需求的這些消費者 對 因為其實你看 如果夏天的話 瓜類就是絲瓜 古瓜 南瓜 東瓜 那一隻蛇瓜 這種東西就會比較香 但是我說為什麼 我們不能種一點 都種一點 少種一點 吸引客戶來 你給夏威士也需要 他沒吃過 可以品嘗一下 有時候 然後倒一吃吃看看 好吃 下一次他就買了 好 輝耀哥 我們來到這邊 像你看 我剛剛看到說有 甜芥 有蛇瓜 還有你剛剛手上拿的這個什麼 很特別的是 巴西大黃瓜 可不可以把你的這些菜色 跟我們介紹介紹 吃起來要去皮嗎 還是怎麼吃 它有什麼口感 去起來要去皮 就像我們那個大黃瓜一樣 可以煮湯 但是它是 煮湯是入口計畫 但是如果它做成那個 醃製品加工 那個脆瓜的話 滿好吃的 滿脆的 特別脆 我這邊吃的話 我們在你一公尺眼的話 他會聽到這個聲音 很脆 也是很好的開胃菜 好 那個輝耿我剛剛親你講說 你這邊去年什麼 六月份的那個大水的時候 你這邊整個淹掉了 對 原來兩公尺 幾乎到我們這個 都採掉我們這個平面這樣子 都淹掉了 都淹掉了 那怎麼辦 那不是要重新再來 農夫嘛 比較也不會指望什麼 很簡單嘛 淹水死掉 OK 從林開始 從頭開始做就好了 所以說農夫就比較 熱天之彌 所以我說這個也是一個 人生的哲學 也是讓我們現代人 就是可以 可以學習著 怎麼去 去珍惜現在 擁有的這些東西 然後你夠了就好了吧 也不要太計較 因為有些東西說 這個人算不如天算 你沒辦法去預料 只要我們努力過了 走過了 可以了 這樣就OK啦 不要想太多 好 謝謝 對看天吃飯的農友來說 要種出好收成 真的很不容易 接下來一起去看看Bruce 找到什麼樣的好食材吧 這是我們今天的戰利品 土城輝哥農場 拿回來的蛇瓜 很特別吧 等一下我煮給你們吃吃看 然後呢 這個就是 夏天的田界 但田界菜的話 它有一點那個 芥末的味道 所以我想把它 做成碎碎的 放在跟這個菜做一點配菜 這個蛇瓜 它是不用去皮的 皮完全可以吃 這瓜有一點點黏性 但是它裡面吃起來 是很脆的 這是義式的成年醋 燉的蛇瓜 隨著年歲漸漸 新陳代謝會變得越來越緩慢 想要改善新陳代謝 根據國外的健康資訊報導 有幾個小方法 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例如在清晨做短暫的運動 也可以適度的攝取天然辛香料 或是大量喝水 保持甲狀腺健康 要吃早餐 睡前三小時不進食 也別忘了來點激勵的訓練 今天的節目您還滿意嗎 蔬果生活制告訴您蔬食大小事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坐下